季公活佛词与老师告诉一个秘密 老师要跟你秘密们透露一个小秘密 你要当讲师请记起来 你要把课讲好 第一个你说到要做到 你能说出来给大家听 做得很踏实你才讲 第二个你要有谦卑的心向人请义 第三个你要磕头 求先服给你加灵加智慧 今天你讲课一百分 你还是要磕头 所有讲师要讲课前 你最好磕头求老母求先服 帮你加灵加智慧 弥补你的不足之处 如果你觉得你很厉害不用问 不用磕头你都会阔了 你这是傲慢的心 当你是傲慢骄傲的心 你讲课会讲得好吗 老师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不要认为只有三才 先服才会借他的身体 其实你的心修到很清净无染的时候 很简单心的时候 你在上台讲课 你讲的是先服借你的嘴巴 在讲课 所以为什么有些讲师 讲得惊天的爱气鬼神 讲到大家都共鸣听得也高兴 这就是引起共鸣 为什么 因为听的人有诚心说的人 有用心 他的心是通天心 所以诸佛菩萨 接他的嘴来讲给大家听 所以这个讲师讲得很好 但是讲得好有一个危机会作乱 会去称师作祖的 不过都是那些很会讲课的 尤其是爱讲经典的 你最会讲经典的人 你很骄傲 老师跟你讲你说破千金万点 就是不如老师的名师一指点 你是在骄傲什么 对吗 今天点传师道武红展 你还是要磕头谢恩 为什么 不离天心吗 老母的心 跟你的心是合同的 这样你们有听懂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